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份高危险的工作 一场坠落意外 人就是头中脚漆 人就是整个倒过来 头就撞到地上 他依然没有放弃这份工作 他用最单纯的信念 面对工作 像这个就很漂亮 我对自己的技术很 是还好 刮得还蛮漂亮 为城市付出20年辛劳 为高楼洗刷出光洁名利的外表 老板的赖 今天场子刚结束 都是差不多回到家 才会知道下一个场子在哪里 就先差不多都晚上八九点时间这样 才会知道 从小爸妈就教我们说 如果想念我们的话 看个月亮就好了 因为我们也会在看月亮 里面也在看月亮 一位在空中飘搭20年的西窗人 向人诉说了 他充满感情 却有孤单的故事 却有孤单的故事 哪一种绑法都OK 他最佳就要绑 这个算是支撑点 这里是首上之都的台北市 高楼人力的建筑成员中 一向16层楼高的飘风作业 即将从顶能这里展开 标准最佳是上面绑的点支撑点 要一定要很坚固 这一场是损失 这场比较舒服 因为都会有事 外墙加上波红的清洗 这一栋16楼高的进屋 大约需要两个人 花上三到四天的时间来作业 牢固一点 慢慢跳下去也是我们不行 要打到人 前面是大的 就算是我们热闹的 有很多危险 高空清洗作业 存在着很多潜在的危险 不能够舒适任何一个环节 这个最重要 因为这个 如果这个没卡好的话 就这样 跟没穿 然后绳子 穿在这边 这个是工作主绳 这个是防罪的绳子 所以这两条绳子 这个主绳断掉 还有这条 对 所以 这个很重要 两条都没有 这个也没有这条 对 对 人有名 17岁就开始洗刷高人外墙 尽管有了20年的老经验 工作上仍然有着难以复杂的战略 开工 这种作业最怕的是佛 会比较 风大的话 虽然说知道说神神千古 它不会断掉 那心理是会怕的 这天一起工作的伙伴 已经先行垂降下去了 它伸手简洁明快 随时存在高风险的作业 需要两人一起行动 才能相互有照应 不过安全地掌握 也只能仰赖身上掉化的 这两条绳索 当双脚离开地面 心里的恐惧 就一定要放下 这时候 要给自己很大的信心 不对自己的技术还蛮 有绑 有绑的东西 还有公司的东西也蛮OK 当然还是要小心 你本来想去是要臭屁 还是要小心 经历过意外的人 对于层层防护 永远不会嫌烦 这个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尖锐的瓷砖很尖锐 它会磨短绳子 出事情就是这样 绑的点都很安全 但是它 因为我们会晃 它一直磨 一直磨 就断掉 工作在绳索与吊板间 卖力地展开了 国中 国中就已开部落了 我聊人家说 你上海台北就 你遇到好的老板 你应该要回报他嘛 我回报他多一点 你不要什么懒惰 什么之类的 不要给人家 不好的印象 做人本也是这样子嘛 人家信任你 然后回报人家 也要好一点 要懂得回报 来自附落老人家的冰年 孙生经营在脑海中 工作不是只有赚取薪水而已 阿美族的青年杨葡营 在城市中用勤奋的工作 付出他最真心的回报 刷子上原本全新的海绵 经过一趟用力的洗刷 已经破损不堪了 哪里最深 腰 长时间这样做 整整四个多小时 一百多公斤的身体 只有屁股上的吊板 做唯一的支点 用腰的力量 像我们在做吊龙的时候 我们还有脚的力量 真的必须 它这个完全是用腰的力量 不过这行 职业兵应该都是腰的 可是我们如果真的 痛到不行 就会休息个几天 然后去推拿 任何服务 稍微给它冲 再加热车给弄脏 因为脏子也不下来 一百多公斤 那这一百多公斤 什么都可以 一百多公斤 再吃一百多公斤 还有脖子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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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赶在天黑前 如期结束了 17岁离开家乡台东 来到台北 接触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高楼洗窗 那个年代 都想要往台北跑 我也是 我也是跟着往台北跑 就想说 就可以 就可以 赚钱 然后穿很漂亮的衣服 可以去教你朋友 什么之类的 高楼外墙的清洗工作 一做就是20年 高薪又不必准时 打卡上下班 换来了相对的自由 现在这个年纪就 想要早点离开台北 然后去回步了 今天的云层特别厚 会勾人想家的心 我来台北 没有撞过 夏天的时候 星星比较不会 最多星星不会超过十斤 在台北 然后回到家 我回到家 因为其实我们去那种 那种比较没有电力 就是完全没有路 星星 好多海面 没有毛海面 所以才会有一些 这种 就很正常 不过 我们在寒冷之后 看到 我们在寒冷之后 我们在寒冷之后 我让你出了 我们在寒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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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 我们在寒冷之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时候 远在台东长宾部落的老家 就更让人想念了 小狗 把里面给弄乱 Luca 来 来 你看那边弄乱 你看你 Luca 是友林在台北生活的重要伴侣 Luca 对啊 因为有时候平常都是 他们都是我跟他六 对啊 没有他六日才会来 他很可怜 又没有人 Luca 没有亲人陪伴的小屋 显得特别寂寞 昨晚煮泡面的碗 还搁在水槽里 一洗手 一洗手就很久 外墙很脏 因为台湾的空气很糟糕 酸泥什么的 灰尘都带油性 这是那个石头 磨死 就跑到里面去 工作一整天 外墙洗刷干净了 屋子却留在掌纹里 这都是工作受伤的时候就 就是工作啊 空人都是这样子 粗皮比较多 如果不这样洗真的洗不干净 洗不干净 我试过都洗不干净 有污然后手有很多茧 长茧然后里面都是些洗不干净 二十年在空中紧握清洁刷 麦粒刷洗的手掌 长出了厚厚的茧 这样粘好可以保护 大概这样洗就好了 可以吃饭 起早再洗一遍 不行 你不能吃 不行 你不能吃 来 我的FB朋友都是我们的民主 我们自己会成为一个社群 聊聊天 通讯手机里的群组 成为下班后 未借寂寞的唯一管道 都会用FB联络 或者LINE联络 说你今天在干嘛 在部落 走到哪里就会聊天 可能像台北之间 就真的 像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二三十年了 也是很多 到现在都是每天见面 每天都 搞不好这辈子 没有跟他聊过几句 老板的LINE 每天的工作地方在哪 今天场子刚结束 然后老板 我可以 很少给你当下 做完前场 前面的场子 就知道蛮好的工作 所以因为 都是差不多 回到家 他才会知道 下个场子在哪里 就先差不多都晚上 八九点时间这样 才会知道 高楼洗穿人的工作模式 就像城市中的游牧民族 一栋小人 再放一栋 到我时间回到家 我还是休息 就是马上就洗个澡 看电视机会放送自己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舍一点钱比较强 就是要求自己早点睡觉 这个行业就这么危险 你该争取的 如果你今天不争取的话 然后惩罚这些 比较不重视安全的 脂肪的话 现在来会受害者 八年前 友林发生过一场工作意外 有摔过 从二楼摔到一楼 有多严重 七年前八年前 因为那时候的 那时候装备比较辣 我那时候初次 就是穿那种 就绑在腰的那种安全带 那一下来 速度加重力 人 人就头重脚轻 人就是整个座 倒过来 头就撞到地上 只从二楼掉一楼而已 我住院将近快一个月 然后休息快一年 现在头 有时候 季节再转换的时候 头会比较 会比较脏 会比较痛 工作造成的伤害 没有让友林放弃这份职业 他找到了因应的对策 他找到了因应的对策 他从那时候开始 开始买的药 像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 像我们公司 有在提供一些 最基本的装备 也是还蛮安全的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我自己 我自己买的东西 像这个是比较 比较进口的 比较高级的 现在 每晚睡前 他一定会先彻底检查 隔天的装备齐全与否 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这场意外 也让他开始关心劳工团体 还替弱势劳工 争取应有的劳动条件 有时候他们在植栽的时候 回去帮他们 然后就 去用我的经验 我就跟他说 我也是这样走过来 悬挂在空中二十年 勤奋地付出劳力与汗水 为城市高楼 刷洗出明亮清洁的外衣 城市华丽的风景中 悬在空中为城市付出的身影 显得尤其渺小 有一个老人家这样告诉我 我每次去我儿子的家 儿子家在八楼 我还踩不到地面会 会很怕 然后一出去看不到人 一出去是人家的鞋子 没有广场 我们不容易打开都是广场 然后对面就是看到人家的 就是看到人家里面 做什么事情不知道 所以连感情都没有 高楼大厦都是 一个老人家告诉我 就很感激他们就是愿意 就是愿意有这个付出 就是应该说 这个行业是比较少 会被人家注意到的一个工作 就像街道这样啊 看到很漂亮的很干净的玻璃 然后一定是他们就是很辛苦的工作 然后才能让人家一看到就觉得 哇好干净喔 咖啡道去 像这个就很漂亮了 我对自己的技术很好 带着专业职人的骄傲 愉快地面对自己的工作 工作就是要带着这样的心 不断地持续下去 我们都是在这边聚会 70年代 70年代 大台北地区 大楼移动又移动地盖起 工地释出大量打零工的机会 部落族人为了讨生活 不惜离乡背井 有灵的亲人和族人 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中 来到台北 我最大我要带弟弟妹妹 读小学 只有自己在家里煮饭煮菜 自己睡觉 什么生活组织都是这样的 还在读书的时候 一放假 就上来台北交道 我的小孩子 他们都在工地 工地 我都在工地出生的 对 我在外面上班我住工地 我爸爸帮我搭一个房间 然后浴室自己搭 然后热水自己用工地的木头自己搭 然后热水 可能好几十个 二三十个 很重要 带大工的很重要 很重要 就像一个部落一样 一个工地 像一个小部落一样 行业工地里 大家一起生活的记忆 成了现在异乡生活中 最怀念的时光 吃饭工作 什么都在里面 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聚 就是聚聚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比较温暖 有那种家的感觉 对啊 大家一下班 大家就像这样 大家在一起聊聊圈 钱就这样 那现在 现在大家都 都自己住自己 都 很危险 偏偏要做这个 爬那么高 吊在那边 可是每次看到那个手机里面 那股机里面 你就看到它在那边 他有时候会 他有时候会 可以照给我看 他要来飘气 因为我会拍 在那边 他要来飘气 姐姐担忧的话语 有着浓浓亲情牵挂 却也倒进了高楼洗窗工作者 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 在台北待久了 然后想要 想要 想要呼吸 所以 有点像 乌落的感觉 就 空气 不会来的 我们还蛮依赖海 有时候风都一道平静 对 不抗很海 就这样很简单 因为 你就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就 不抗你整天的海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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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 爸妈妈就教我们说 如果 如果想念我们的话 看个月亮就好了 因为我们也会在看月亮 里面也在看月亮 然后就躺上海 然后可以说 看什么样子点 点在一起 你看到海边 你心情整个都那个吧 你都 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整个都没有了 所以他就给我力量 青年友林 付出了他二十年的辛劳 放弃了自己熟悉的部落生活 内心始终谨记 老人家给的丁宁 工作就是要带着回报的心意 永林的故事 诉说出一个最单纯 最可爱的工作人生 也是洗到小朋友的房子 小朋友是很好奇啊 今天跟他们玩玩水啊 贴在窗户 叫他过来 贴在窗户就马上把水 弄一碰 像一跳 然后在那边 就在那边玩 小朋友给他去玩 因为他们很好奇 不跟适家 他们在试着 可爱 等会 请不吝点赞 查不吝点赞 用 全靡